哈喽,我是迷迷 今天我要做一道有着淡淡花香和奶香 而且口感非常绵密的奶香玫瑰绿豆糕 脱皮绿豆250克 提前一碗洗净,浸泡 夏天的话要放进冰箱里过盐 这是泡了一晚上的绿豆 大概膨胀到了原来的两倍的 再准备玫瑰花瓣 从玫瑰干花里摘一些颜色比较鲜艳的花瓣 待用绿豆沥水后倒进锅里 再加200毫升水 盖上盖子,开中大火 大概加热5-6分钟左右 配重鲜压法开始大幅度摇摆 这时候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后利用锅内余热继续烹煮 直到压力值时期下降 开盖,绿豆就煮好了 锅里的水分已经被绿豆吸收 状态跟煮熟的米饭差不多 煮好的绿豆用搅肉机或料理机打成 绿豆沙没有这些机器也可以手动过沙一点 效果是一样的 另外准备一个不粘平米锅 开小火,锅里放入40克黄油 绿豆糕点奶香就来自于这些黄油 倒入绿豆沙,再加60克白砂糖 全程用小火,不停翻炒,碾压,把黄油 白砂糖和绿豆沙混合均匀 并且炒掉一些水分 炒到绿豆沙变得不那么粘铲子 抱成一团的时候就炒好了 加入玫瑰花瓣,混合均匀 就可以关火了 玫瑰绿豆沙分成50克一份 用模具压出形状 我用的是玫瑰花形状的月饼膜 奶香玫瑰绿豆糕做好了 质地非常绵密 带有一点奶香和玫瑰花香 是一种淳朴而又清新的味道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分享 请帮忙点赞,关注,转发 下期再见,拜拜